家里人都不信佛 我该怎样供养佛法 如何处理老人后事 帮助众生最重要的大事 就是养佛法 介绍给众生 家人都是你度众生的对象 而且家人难度 既然是一家人 总是有缘 因此 你要用一战巧方便的方法 去帮助他们 最重要的是 你学佛以后 你的身心变化 是直接的教材 因为什么 身教圣语言教 如果家人觉得你学佛以后 像变了个人似的 变得大家喜欢 变得大家赞叹你 他们就会来跟着你学佛了 如果是度众生 没有智慧 你度不了众生 学过之后 你应该对家庭眷属 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决定不能高高在上 指头画脚 盛气凌人 你那样做 家里人你一个月度不到 你度不到家人 可能最后来让家人 把你度跑的 另外 决定不说家庭眷属的过失 要做到什么呢 赞叹他们的善心 善行 他们会发觉你学过之后 孝顺父母 尊重长辈 爱顾晚辈 和睦兄弟 家人看到你的变化 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们讲方法 他们不就是接受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